大公報 讓國鶴水淨人心的浮躁 2015年7月4日中國新聞A16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吳咸宇報導 鳳凰山上鳳岩古廟下 綠樹染影 古木參天 風和景明 鳳凰樹苑變染影於滋滋滋滋之中 環境優雅 人民底穩深厚 更有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長得主莫言為其親筆提寫院名 在這裏 參加泛長光行動的香港傳媒學子有幸聆聽了深圳市新聞辦主任 國學大師韓望喜博士帶來的國學講座發現中華文化之美 人、意、禮、自、信是漁學的思想核心 韓博士就人意義自引經據典 美美到來 給香港傳媒學子想了關於人愛 喜歡的重要一課 當代社會對國學的繼承和發揚不能僅僅局限於認識 更重要的是保留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思想 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教課 是力久尼新生生不適的 他說 如學對生產生活的影響是間接性的 而人心則是其間的僑良 中國文化是講求人心的文化 你就是自己的王國 心就是你的國王 看待世界的心境決定了待人之密處世之道 儒家思想通過對心靈的徒野和心性的培養 教會人們為學做人自家執政 要養這些果在胖肉中的珍珠重新散發出光芒 就要適應現今的文化與景 重新認識和解讀傳統國學 然而深圳和香港都是高速發展的花植就都市 居水馬龍中 愈來愈少的人能夠靜下心來去瞭解 學習國學 未來如何用中華文化的精髓洗淨當下人心的浮躁 真正讓國學精神植根於人心之中 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